钱的问题要查清楚 台北市长柯文哲查币 接下来可能会锁定日盛生集团一连串的开发案 其中在市中心的交酒转运站 有议员表示 7万多平总楼底板面积 但捷运站只占了6000多平 那么比例只有9.4% 非常不合理 另外小套房跟商办违法卖断 日盛生集团每年获取的租金高达17亿 但台北市府每年只能够取得9000万的地价税 这一点更不合理 为在市中心全台规模最大的交酒转运站 人潮多商机大发展条件家 但背后可能藏有的弊案遗云 将是北市府接下来的锁定目标 日盛生这个不是只有美盛事案 因为后来联合开发案一连串 所以我想就并案处理了 在美盛事之外 交酒转运站是日盛生集团 成立以来所主导的最大开发案 也是崛起成为连开案之王的转捏点 但是议员质疑当年的马市府放水 让日盛生赚取不合理暴力 公司有地下商场有停车场等等 它只占了9% 它只有七八千平 那怎么可以你迷目是交通设施 可是百分之九十一用在商办 当年一约的容积率 从原本的百分之四百 逐步放宽到百分之五百六 总楼地板面积从五万多平 暴增到七万多平 假如以当时每平五十万元计算 日盛生就近赚超过一百亿元 但转运站却是设计在商场后侧 还只占有六千九百九十六平 只占了总评数的百分之九点四 根本不成比例 转运站楼上小套房和商办 使用全数被买断 和百货饭店停车场相加总 每年日生生可入账将近十七亿元 但北市府每年只能取得九千万地价税 天壤之别的落差 可是府下手逐步清查 要把该逃的一一逃回来 记得孙北俊华 微边 采访报导 请订阅 转发 小听 钮友本蛋糕